首先我們先恭敬的合掌 鼎禮根本傳承上師 鼎禮坦誠佛菩薩護法金剛 各位尊貴的上師 法師 網路上的現場及網路上的同門 大家好 今天我特別安排這個讀書會的時間 讓我有機會 第一 先謝謝大家 這兩年來在台灣雷藏寺和彩虹雷藏寺的讀書會 感謝所有上師對我們的支持 那除了上師之外 我相信網路上同門 換現場同門都看到 我們整個讀書會的背景 布景 包括花 包括杯子 所有的工作人員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負責一項 所以也很謝謝所有的義工同門 大家的幫忙 那借這個機會 除了讀書會 除了讀書會的義工同門之外 我也要感謝波野藏所有的工作人員 和義工 借此機會 借此機會 在2019年的歲末 祝福大家 聖誕快樂 新年快樂 在此先跟大家拜個年 好 那我們先看 今天的投影片 今天 我想利用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三本書 那 最主要這三本書 是所有書內都有的功能 我只是利用這三本書做一個介紹 那我們只有利用大概不到40分鐘的時間 我必須介紹三本書裡面的功能之外呢 還有兩個活動 所以可能講話的速度會快一點 那大家如果有手機 有網路的現場 或是在網路上 你們可以直接跟著 那如果不清楚的話 大家可以利用機會 跟比較年輕的同門 或者是說 像在現場 可以跟我們的義工同門請教一下 怎麼加入會員 怎麼使用網站 因為今天的時間很有限 只能解說部分的功能 在此 我們先看 先做一個廣告 師尊的文集第274冊 小小叮嚀 大登文化 已經正式出版了 這本書呢 如果在我們網站 你們可以看到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文章 已經在網站上 先跟大家說明 現在師尊的 寫書的狀況 新書出來 會先交給 波野藏基金會 我們做 第一步的教隊工作 然後網站呢 會先放出 三篇 三分之一的文章 另外三分之一的文章呢 是由《真佛報》 《小小叮嚀》這本書呢 是師尊用很不同的筆調 結合了師跟散文的方式做撰寫 那這本書是師尊 他在書裡面講是他的心聲 他內心的話傳達給弟子和讀者 所以我們網站 所有師尊的書 不是只有弟子看 還有很多讀者在看 那這一本書 現在大登文化出版了 在金石堂 你在實體書店 或是在網路上 你們都可以訂購 如果你看了這本書 你想要分享給朋友 師尊昨天在同修的時候 他就一再說 看我的書不一定是弟子 也可能是其他的讀者 非弟子 你怎麼樣把這些 師尊這些好的書分享出去 我在這邊介紹一個 網站的分享功能 第一個 你怎麼把小小叮嚀 介紹給你的朋友呢 我們所有師尊的書 在我們網站上 會放在什麼地方 如果你們有記憶的話 就放在真佛總集 對不對 所以點入真佛總集 因為小小叮嚀是新書 所以你不需要特別找 你只要按下 已經設定好的條件 你就會看到 275的解脫道口訣 274的小小叮嚀 怎麼介紹給你的朋友 小小叮嚀這本書 請你按 試月 請你按試月 點擊試月 你會看到一個畫面 看到了沒 如果你有手機的話 你就會發現是這樣子一個畫面 不是戒月 不是戒月 是試月 你放到這裡面 就會出現 有一個下面有一個分享的分享鍵 利用分享 利用Line 利用WeChat WhatsApp 或是E-mail等等的方式 去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 師尊的每一本新書 我都參與教隊工作 其實 如果大家有看過師尊的手稿 你會有一個感覺 大家都知道師尊不是用網路 不善於用網路 不善於用電腦 他所有的文章 是一個字一個字寫的 在現今的社會 大家多半都是 一大段就Copy Paste 很簡單 就是複製把它印上去 可是師尊的 所有的每一篇文章 是一個字一個字寫的 即便是 他在275裡面 寫到的奇請文 他也是一個字一個字寫的 我在教隊的時候 當你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你會想 這位法王作家 他是用什麼樣的心境 每天每天在寫 這些文章 他想告訴他的讀者 重點 讀者 不是只有弟子 他想讀更多的人 他用什麼樣的心情 在寫他的每一篇文章 他想傳達什麼 他這麼辛苦在寫書 寫了50多年 我們感受到師尊對我們的加持 對我們的愛 但是我們能給師尊 什麼樣的幫助 除了一點供養之外 我希望大家發揮你的力量 用你的手指頭 你不需要一個字一個字寫 只要用你的手指頭 把這些訊息傳達出去 我覺得 這是對師尊最大的供養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運用我們網站的一些功能 能夠把師尊的新書 也介紹出去 這是我今天介紹的第一本書的功能 就是新書介紹的分享功能 好這個部分 點上這個希望大家請分享 接下來我要介紹 我也這樣 因為這兩三年來是一直在 網站的功能是一直在增加 我們沒有停下腳步 從網站的一開始 網站之前的籌備工作 到網站開始 到現在 我們的技術人員 我們的顧問在規劃整個網站的功能 沒有停下來 我們一直在增加一些新的功能 我們的義工也沒有停下來 有聲書還有內容也一直在充實 所以大家今天能夠看到 整個網站的很豐富的資源 我想 這是全部全體的功勞 那我們也很希望這個網站 這麼優質 內容這麼豐富 我們希望更多人知道 那很多的功能 我其實以前有提過了 如果大家如果不清楚的話 可以跟在法會或是跟同門 大家可以互相切磋了解 我今天時間有限 只能介紹一部分 那這個 這個部分呢 今天要介紹的叫做隱身書 我想大家很多人知道有聲書 可能不見得知道隱身書 隱身書是 這個書裡面不但有文字 還會有影像 所以如果你們上網站 你們可以發現 道果 道果的隱身書出來了 那就是一本書 師尊在 講授道果的時候 一集一集 出了文字之外呢 你還可以看影像 這個叫隱身書 那我們網站 在這 這段時間 我們有製作了兩本隱身書 我等一下會做介紹 可是怎麼找隱身書 可能同門就會 大家會覺得很好奇 怎麼去找隱身書 基本上在網站 你要找隱身書 我們還回歸到原來的問題 你要找師尊的書 在真佛播野上 你到哪裡去找 到真佛總集 對不對 所以你上真佛總集 這個頁面 這個畫面 裡面所有都是所有師尊的書 點下去之後 你是不是會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真佛總集 這樣子的畫面 往下滑 往下滑 找書的設定工具 原則上我們的網站 都先做了一些設定 你看了內容你就知道 已經先預作設定了 可是我這裡希望你們 把原先的設定的部分 文集改成全部 因為師尊的書 不會有師尊的影像 對不對 師尊的書 不會有師尊的影像 頂多是有人錄製的有聲書 所以文集類不會有隱身書 基本上是這樣子 第二個 你把它的這個類別 設定為隱身書 如果你這樣設定好 這裡這個畫面就是讓你 全部讓你去自己去找條件 去設定去找你要的東西 接下來做什麼 就是開始找書 其實網站是 你自己可以去 隨意去觸碰的 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再往下滑 你開始找書以後 手機就往下滑 你會看到一個什麼畫面 你往下滑往下滑 你會看到觀想這本書 你 你是不是看到觀想這本書 觀想這本書就找到了 再下來 你再找 你是不是找到 佛語定會生 如果有手機的人 大概就會看到這樣子的畫面 這個是這兩本書 裡面的功能呢 是未來所有書本 都可能會有出現的功能 我只是今天借用這兩本書做介紹 這兩本書是我們網站製作的 一個是觀想 協助大家知道怎麼觀想 佛語定會生呢 是一個入門的書 是個入門的書 那我們做都做了影像 都做了一個影像的畫面 這兩本書 如果你們把它借到你的書包裡 所以在我的書 我的書包裡面 我的書 你就會出現了 這兩本書 請你按下觀想 按觀想 在這裡我要先說明一下 當時我們為什麼會 製作觀想的這個影片 因為 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 當我們剛歸依師尊 然後學習真佛祕法 不是常常大家要觀想嗎 然後入我我入嗎 每次在修法的時候 我就會看看旁邊 一到入我我入 大家眼睛都閉起來了 那我就很好奇 他閉起來要想什麼 每個人呈現的畫面都不一樣 想的對不對 那 要怎麼想 你也不好意思問人家 那別人呢 可能也不好意思告訴你我想什麼 所以就一陣平靜 那為了這個 就我們學習祕法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的觀想 所以我們就做了這樣子的一個影片 但是因為我是從事法律工作 我比較講究的一點是 有貧有趣 所以觀想這本書呢 你就會看到 師尊怎麼教我們觀想 那我們依據師尊教我們的觀想內容 我們做成動畫 所以大家就不會亂想 你自己想 我們在做 尤其是我們在做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說 原來 完全都想錯了 跟師尊講的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本書我也介紹給大家 這本書我們會陸陸續續 把一些觀想會放上去 我們現在只做了一個虛空傳承的觀想 那這一部分大家可以慢慢的去學習 那因為今天我只是介紹功能 我還沒有到這個層次來介紹怎麼觀想 所以大家知道怎麼去找這本書 最主要我要介紹這本書的內容 有個功能 不是只有這本書 我們網站的很多書 你未來都會看到這個功能 這本書你點進去 你就會看到一些內文 我第一張是放師尊教我們怎麼觀想的 這有師尊講授的一個影帶在裡面 所以隱身書就播放 你會發現有個播放兩個字 你可以按那個 或者是有一個圖案 是一本書打開有個喇叭 這個就是隱身書 如果你按下去以後 這就是師尊講授怎麼觀想的一個影片 開示影片 那你看的旁 你若不看影片 你看的就往下滑 就是看到文字的解說 你這個 這本書你再往下滑 你就會看到師尊在講 在虛空的 虛空界就是大日如來 佛眼佛母 阿彌陀佛 蓮花童子 這些你會看到他用橘色的字顯現 對不對 因為我們網站很多義工在幫忙 因為很多可能剛歸一的地址 大日如來 是什麼 他可能都不清楚 所以你就不妨點進去 你會看到另外一個畫面 詞典的內容 大日如來 他就會跳出一個視窗 好像我們在 維基百科 我們會是看到一些解釋是一樣的 他會告訴你大日如來 內容是怎麼樣的解釋 這個詞典很特別 這詞典曾經我們在製作的 時候有人說 你去Google查一下就好了 不是 這些裡面的內容 全是在我們網站裡面 師尊書裡面的內容 我們的法語詞典是師尊說的 不是外面坊間的一般的詞典 所以這些資料在哪裡找 其實都在網站可以找得到 所以這一個網站資料這麼豐富 對初學者 我們告訴你怎麼 我們指引你一條路 你怎麼去查找師尊的資料 因為275本加上開示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豐富 那師尊很多觀念是一直重複重複在講 你要怎麼去找 其實網站都有這個功能 所以呢 我先讓一方面今天附帶說明 師尊的書要買 網站呢 是提供一個方便的一個功能 就是你如果出外旅遊 你可以用網站來閱讀 除此之外 他發揮一個最大的功能是 網站的全站搜索 你可能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打個歸一兩個字 你可以找到師尊所有各個書裡面 講到歸一 他怎麼解釋歸一 這兩個字 大家都可以去找 這個可以好好運用 另外 你如果在書本裡面看到一個三角形的一個箭頭 這個是什麼呢 大家有沒有試過 我們會把師尊輕送的咒音植入在裡面 如果你對咒音發音不曉得正不正確 你就按下去看看師尊怎麼唸 因為我們是要跟著根本上師唸的 所以師尊怎麼唸 我們就跟他怎麼唸 所以這個也會帶領你怎麼學習 讀 讀誦咒音 好 剛剛講到觀想 師尊在275冊的解脫道口訣這本書 他講教了我們很多修法的口訣 其中有一個本尊的觀想 因為這樣子的書即將要推出了 所以真佛報呢就推出一個活動 跟我們波野障合作 在最近 真佛報推出一個給他一點顏色巧巧 著色比賽 那因為師尊在275解脫道口訣 裡面提到的本尊是阿彌陀佛 所以這次請大家一起來畫阿彌陀佛 那詳細的競賽規則呢 請上真佛報1295期 也就是上個星期才剛發行的 第七版第八版 好 那這個比賽呢 我大致簡單說明一下 這個比賽呢 給他一點顏色巧巧呢 是已經有一個 阿彌陀佛的一個像 就是他的一個勾勒出來的 那大家去圖顏色 那獎品很精彩哦 時間很有限哦 一個月大家趕快去畫一畫 那因為你畫你在著色的時候 有助於你對本尊的觀想 這個是我們討論出來的一個方式 那歡迎大家參加 我是幫真佛報廣告 因為真佛報還選出來的 會到我們網站做票選 我們推出了佛語定會聲 今天宣布的時候 正式上架 其實我覺得這個 我們很明顯是有更多的 我們很明顯的 一個點心 因為我可以做到的 大家看到那個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 不管你用任何语言 基本上四种语言 你都可以看得到这个内容 那这本书呢 也是引申书 我们请上师用很浅显的话 来回答我们13个问题 但是上师很浅显的话 有的同门可能认为说 这问题太简单了 好像似乎要更进一步 我们网站有一个功能 请你在每一个问题的下面 往下滑 你会发现参考资料 你会发现参考资料 如果你看到的话 你手机上看到的参考资料 它是反橘色的 所以你点进去 你立刻点进去 这本书就进到你的书包里去了 而且就会翻到你要找资料的地方 有没有看到 八十一册第一章 皈依灌顶衣柜 这里 就是你点进去资料就到了 全部都是网站里的书 你就是从网站里面去找网站里的书 另外 未来 未来 我们网站除了刚刚法语词典之外 我们还有咒音 还会有一个手印 手印的部分我们也想办法 现在是我们的 希望 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手印会重化 除了重化之外 我们希望 手印还要做到 手印希望能够做到动画 它能够动的 但是它现在为什么没动呢 对不起 我还要回来 这个是一定要动的 我可以求救吗 我的时间快到了 这个还不动 你们按到275册 解脱到口诀这本书 奇怪 我刚刚还试过 你的可以动吗 有吗 对 我这个本来是做动画的 对我这边没有办法往 你们到275册 解脱到口诀 你们去找到275的供养 师尊讲供养 里面会有一个手印 里面会有一个手印 它是动画的 我本来在这边要秀出来 对对对 上师抱歉 借我一下 谢谢 你们会看到这样子的手印 是动画的 我们会植入在我们的网站的书里面 未来我们的手印都会重画 然后尽量做动的 让大家好学 那大家如果说已经皈供养很久了 这个供养手印对大家来说是很简单 可是对出入门的同门来说 这个是比较不好 比较不好做的 大家全部都揪在一起怎么做 谢谢上师 好 因为时间快到了 大概我今天就介绍 就网站的功能来说 刚刚有三本书 我刚刚都做介绍了 怎么样分享新书 怎么样在书里面看到法语词典 那怎么样去听到师真的咒音 有一个符号 只要网站是橘色的符号 大家就按着试试看 一开始我在参加这个工作的时候 加入这个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网路这个电脑手机 都是都还不是很熟悉 那一开始就很怕去碰那个 就万一碰碰碰碰不见了怎么办 就我们的顾问就会跟我开玩笑说 你点它它又不会痛 我想想还蛮有道理的 就点一点不对了就重新再来 我们就一直在看 一直在看手机到底要点哪里 想说你点不对了就重来 我觉得这个是提醒 提供给大家一个经验 就是你就去try很多 我们网站只要是橘色的字符号 你都去试试看 它都会有一些功能 好那因为最重要 我最后放了一个 昨天师尊在同修的时候 就一直在讲 怎么样把他的增幅剥叶 这样介绍出去 那网站呢 因为这样子 网站到现在 我也已经推广了两三年了 其实坦白讲 能够拉的课 也拉的差不多了 现在呢 我要拜托大家 一起来帮我 推广师尊的这个 真佛伯爷帐 那怎么推广呢 我想来想去啊 明年是什么年 明年是鼠年 这个鼠年啊 这个年太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想 我们不可以这样 要找寻吐宝鼠 为什么我想说用吐宝鼠 用这个名词 因为吐宝鼠是什么 就吐出来就是宝嘛 你把我们网站 介绍给你的朋友 注意哦 朋友不一定是 我们真佛中的弟子 师尊一直讲哦 他的书不是只有弟子看 不是真佛中的弟子 你都可以推荐出去 因为喜欢看书 很多人喜欢看书的 就像我昨天跟师尊报告 我们网站 其实所有的会员 不是全部都是 真佛中的弟子 有人就是喜欢看师尊的书 你把这个网站介绍出去 你就是吐了宝给你的朋友 就是把我们的宝给朋友 你是他的吐宝鼠 你把朋友介绍进来 到我们网站加入会员 你是我们拨野账的宝 所以这个吐宝鼠名词 我觉得取得还蛮好的 比赛时间呢 从今天我正式宣布开始 到明年2020年的7月8号 美西时间截止 为什么是明年的2020 7月8号 你们知道吗 师尊的生日 希望这个成果呢 可以呈现 作为师尊的生日礼物 大家一起帮忙 好不好 不是只有点头啊 要动作 竞赛方式 竞赛方式 跟网站的功能又有关系了 可能你们都只会看书 你们不知道 我们网站还有一个功能 第一 请到我的书包这个网页 第二 网页的左上角 你到了我的书包的左上角 会有一个这个书包的图案 你点进去 就是我现在这个画面 点进去就是我的画面 你很少去回去再看 你当时登记的会员证资料吧 第三 你去点会员证 去点会员证 点进去之后 你会看到 对不起 有个这个橘黄色 这不是叫你们点的 这是我个人资料 这个个人资料的保护 所以我把它删掉 你会看到这个画面 是你的会员证 你的会员证的照片下面呢 有一个邀请好友 有一个邀请好友 你把好朋友邀请加入进来 你按下去 你会看到什么 你会看到这个画面 又是分享画面 所以尽量用 LINE 用WeChat WhatsApp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分享功能 大家想办法 我现在先透露 我的奖品是非常豐富 非常好的一个奖品 所以大家要想办法 尽量的推 想办法推出去 把这个东西介绍好朋友 好朋友你一介绍出去 会有一个连结的网址 会有一个连结的网址 那个好朋友看的 LINE 点进来之后 会进到我们网站 他进到我们网站 我是对师尊的社交力 是非常有信心的 只要进到网站 大概就跑不掉了 所以点进去了以后 他看到我们网站 他加入会员 要成功 成功了 你算你一分 算一分 所以大家现在所有的人 把这个东西散出去 给所有的朋友 亲朋好友 全部都散出去 你们不是每天早上起来 都先LINE吗 先WhatsApp吗 用这样子的方式 把他分享出去 分享出去呢 我刚刚讲过 你分享出去 这个人就点这个网址 回到网站 加入会员成功 你得一分 对不对 那这个怎么计分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注意一个问题 A 去like 假 假呢 点了以后 要加入会员 加入会员 注意要成功 要成功 他如果没有去 去启动的话 都不算成功 因为这个是机器算的 我们都没办法做手脚 所以你现在来 来贿赂我 大概也没什么用 如果你们发现奖品 很诱惑的话 A就得一分 A就加一 好 B 他用WeChat 给以 这个以呢 自己点了以后 加入 他又把B的 转发出去给别人 好 转发了给饼 饼也点进来 也加进去 这时候B几分 对 这时候B是两分 好 B是两分 所以你要告诉你的朋友 把我的转发出去就好了 把我的转发出去就好了 好 我现在告诉你这个状况 C如果用email 他给丁 丁点那个网址加入会员之后 他不是转发的 他是用自己的会员证又转出去 这时候C几分 C一分 丁一分 因为C原来的那个网址被丁中断了 丁用自己的了 他没有用C的去转发出去了 所以C的那个部分就停下来 C是加一分 丁加一分 这样了解吗 这样子网站这样计分 那冠军 冠军是师尊的真机化衣服 师尊的真机化衣服 因为我觉得这个拿冠军的人 一定非常非常努力的 一直分享一直分享 其实这个只要用你的指头 就做到了 这是非常轻松 师尊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写的 我们只要一个指头就帮他分享出去了 这个是对师尊最大的供养 好 已经有人暗示我时间到了 所以 您是我们波野藏寻找的兔宝鼠吗 这里是我们写的一段话 波野藏内有宝藏 你我都是兔宝鼠 挖掘宝藏 请分享 邀得好友来加入 兔宝 兔福 兔财物 兔的满满与足足 这两句话是师尊一幅画里面写的 师尊抱歉 我们先借用一下 携手加入波野藏 光明浮会全自如 2020年波野藏找寻兔宝鼠的竞赛活动 开始起跑 在我宣布的时候现在开始 如果你等一下两点半师尊法会前 这三十分钟 你可以分享很多人 说不定你就开始得分了 谢谢大家 祝大家鼠年行大运 看 我 谢谢大家